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设单位 还有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的安全职责 这是这一节里边的重点 那么具体到法律里边本身的规定时间里边 也就是这个条例里边是04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 那么第一个支持点是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因为本身建设单位是建筑工程的投资主体 所以在建筑活动里边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 之所以我们首先来明确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有哪些 第一个建设单位用当如实向施工单位提供有关的施工资料 那么像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 及比邻区域内提供像供水供电以及所说的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观测资料 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的有关资料 并保存资料的真实准确跟完整 所以这是对于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有关的施工材料 第二个里边建设单位不得向有关单位提出非法要求 不得压缩合同的工期 所以对于建设单位里边不得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 提出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 不得要求压缩这个合同的工期 这是对于建设单位里边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里边必须保证必要的安全投入 因为我们之前在前面讲到过 建设单位是整个建设工程建筑工程里边的主体 所以它作为生产金融单位主体责任里边落实 所以要保证必要的安全投入 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过程概算的时候 应当确定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 及安全施工所需要的费用 所以这是对于建设单位投入的要求 那么这部分建设工程里边 工程建设中像改善作业环境 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及其相用的资金 一般由施工单位来承担 但是相对所说的整个工程概算的时候 里边是要求是建设单位的责任 那么作业环境及施工环境所需费用 拥有建设单位来承担 应当符合建设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的要求 不得随意降低所说到的收取费用的这个标准 这是对于收入的安全投入的一个保障 看个历年真题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建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 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的费用 用刚刚由谁来承担呢 一般由我们所说的建设单位来承担 这是刚才强调的 第五个里边是对于建设单位里边 不得明示或者是暗示施工单位购买 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备设施器材和用具 那么安法里边明确规定 因为本身对危机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 实行淘汰制度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 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 危机生安全生产的工艺跟设备 所以在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里边 明确规定说建设单位不得明示 或者是暗示施工单位购买租赁 使用不符合安全施工要求的防护用具 机械设备 施工机具 以及配件消防设施和器材 那么开工前报送有关安全施工 措施的资料 要求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的时候呢 用当提出建设工程 有关安全施工措施的材料 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 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 15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 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的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是其他有关部门进行一个备案 这是对于材料报送的要求 那么对于这个材料里边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前 应当提供安全施工措施的资料 有哪些的像涉及到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 还有涉及到临时设施规划方案和已搭建的情况 第三个是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 第四个是施工进度安全措施费用 第五个涉及到一个施工组织设计 第六是你进入现场使用其中机械设备 相应的一系列型号数量 第七个是工程项目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和特种专业持重上稿的一个情况 第八建设单位安全监督人员和工程监理人员的一个花名册 这是对于材料里边 所以对编制安全工程措施里边有哪些要求呢 刚才说的这个安全措施的内容 那么一个是要求是及时必须在建筑工程开工之前 第二是要具有一个什么样 针对性不同的建设工程对安全生产的需要也会有所不同 那么对于根据工程的不同安全措施自然也会不同 涉及到工程的特点施工方法施工环境施工条件等等 第三个是呢真实有效性安全事工措施材料不得伪造干编造 这是对于安全施工措施的要求 那么第三个里边是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许可证的时候呢 刚才说过安全施工材料要真实有效 能够反映工程的安全生产的整个准备情况 达到的条件和施工措施阶段的具体措施 必要的时候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材料后 应当尽快派员到实际进行一个勘察 那么对于并不是建筑法上明确规定的 并不是所有的建设工程都需要领取施工许可证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 不得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对于不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工程呢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建设单位呢应当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 报送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的有关事项包括哪些 一是备案的时间要求 自开工报告之日起15日内 第二是报送备案的内容 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 第三是报送的部门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其他有关部门 所以这是涉及到的材料 报送里边程序上的要求 一个是时间上的要求 再一个里边是对于部门的要求 那么还有一个涉及到是建设工程 关于拆除工程的一个特殊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将拆除工程 发包给具有相拥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呢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 15日前将资料报送 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主管部门 那么对于整个里边备案里边 首先涉及到拆除工程里边 单位施工单位资质等级的证明 还有一个是你拆除建筑物 构筑物及可能比邻建筑物的说明 拆除工程的一个组织方案 第四个是堆放清除废弃物的相关措施 那么如果涉及到整个拆除过程里边有爆破作业 怎么规定的呢 就是说进行大型爆破作业 或在重振与其他居民聚集的地方 风景名胜区和重要的工程设施附近 进行控制爆破作业 施工单位必须事先将爆破作业方案 报县市以上主管部门批准 并征得所在县市公安局同意 方可实施爆破作业 这是对爆破作业里边的一个特殊要求 那么看一个另一件真题 建设单位是建筑工程的投资主体 在建筑活动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下列关于建设单位安全责任的说法 正确的是 所以它口合的是什么呀 建设单位安全责任 A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B建设单位拥当自开工报告之日起 10日内将保证安全措施 报送到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 C建设单位拥当在拆除工程15日前 将有关资料报送至所在地的县级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备案 D建设单位拥当根据工程需要向施工企业提供施工现场 相比临建筑物的有关材料 所以重券答案是D选项 所以刚才说过B跟C里边时间限制是15日之前 那么这个合同工期呢是不得随便压缩的 知识点二呢是涉及到勘察设计以及工程监理一种单位的安全责责 我们来看一下 勘察单位的勘察文件是设计和施工的基础资料和重要依据 勘察文件的质量呢又关系到设计工程质量和安全性能 所以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呀 设计单位的设计 关系到呢施工安全操作安全防护 那么工程监理呢是工程里边是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重要一方 也就是最后一道把关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那么整个第一个里边建设工程勘察 主要设计到勘察什么呀 像查明分析评价建设场地的地址地理环境 特征和沿途的工程条件 编制建设工程勘察文件等等 那么这里边勘察单位的像注册资本呢 还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装备和业绩用到符合规定 并取得相应的资质要求 那么同时呢勘察呢 必须满足工程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第三是勘察单位提供的勘察文件 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安全生产的这个要求 这是对于勘察主体的设置 同时在勘察的时候呢 勘察单位应当严格的执行操作规程 采取措施保证各类管线设施和周边购筑物 建筑物的安全 这是对于勘察单位里边的一个基本要求 那么第二个是设计单位的安全责任 也是设计单位必须具有相拥的一个 总级资质证书在许可范围内承拦设计业务 第二是必须依法和标准进行设计 保证设计质量和施工的安全 那么用当考虑施工安全和防护需要对设计施工安全的 正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明 并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 设计到施工安全的正点部位和环节 用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施工单位作业之前呢 设计单位用当就设计意图 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做出说明和技术交底 而且里边呢并对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一个指导意见 这是对于设计单位里边 设计到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的时候要求 那么同时对地下管线的一个防护 设计到地下管线的种类 具体位置地下管线的安全保护措施 还有一个是外电的一个防护 外电与建筑物的距离 外电电压应用采用的防护措施 设置防护施工时应当注意的安全作业事项 施工作业中的安全注意事项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是深机空的工程 这个深机空测壁选用的安全系数 户壁支户结构选型 地下水管线方法及验算等等 这里边对于深机空工程里边 这部分内容呢大家做了解 你可如果大家要考技术的部分呢 也可以结合技术的部分来相用的对照护施 那么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公寓的建设工程呢 以及特殊结构的工程设计单位 应当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顾的措施建议 同时呢设计单位和注册建筑师等注册职业人员 应当对其设计进行负责 也就是按照谁设计谁负责的这样原则 设计单位和注册建筑工程师等职业资格人员 对其设计的质量进行一个负责 这是对于设计单位的安全职责 那么第三个是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职责 工程监理单位用到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或者是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那么工程监理单位在监理过程中发现事故隐化的 用到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情节严重的可以要求施工单位停止施工 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 那么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拒不停止施工的 工程监理单位用到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同时呢在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呢 用到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实施监理 这是监理单位的要求 那么第四个还是有关单位的安全职责 第一个里边提供机械设备和配件的单位的安全责任 一是向施工单位提供安全可靠的起重机挖掘机械等等 这是对于提供向施工方提供机械设备的单位 那么二是用到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 进行机械设备和配件的生产经营活动 同时呢生产制造单位用到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生产 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这是对于机械设备生产单位 那么还有出租单位的安全责任 如果是出租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的 用到具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 那么还有涉及到拥当对出租的机械设备安全性能进行检测 在签订租赁协议时候呢 拥当处具检测合格标准 禁止出租检测不合格的机械设备 这是对于出租单位安全责任 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是现场安装拆卸单位的安全责任 那么在施工现场安装拆卸单位 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等 自生式架式设备必须具有相拥的资质的单位来进行承担 那么同时在整个拆抽过程里边呢 要编制拆窗方案制定安全施工措施 并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一个现场监督 同时呢 对于施工起重机械 整体提升脚手架等这一系列自生式架式设施的时候呢 安装完毕之后呢 安装单位用当进行自检出具 所决的自检合格证明 并向施工单位进行安全使用说明 办理验收手续并签字 这是现场安装单位 那么还有涉及到的一系列 对于施工起重机械等自生式架设备的使用 达到国家规定的检测检验期的 必须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 检测不合格的不得继续使用 那么如果这部分检测检验机构 对其进行检测的时候呢 用当初具安全合格证明文件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一个负责 这是知识点二 知识点三呢 是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那么施工单位里边涉及到的 第一个有一个施工单位的安全资质 相对里边必须具有资质证书 用在其资计许可的范围之内 来承揽相用的工程 那么对于所说到的这部分建筑里边 除了同事建筑的这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呢 除了具备相用的条件呢 这里边条件会涉及到一部分什么呢 资本条件 人员条件 也就是专业技术人员 还有相用的技术装备 以及其他条件等等方可从事施工 这是对于施工单位里边 那么涉及到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 和项目负责人的安全施工责任呢 施工主要负责人的安全责任 职责涉及到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 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涉及到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的资金投入 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 并做好安全检查 记录这是负责人 那么项目负责人的安全责任呢 是所说的这个项目负责人及我们所说的项目经理 他对整个这个施工项目负全面责任 所以呢 这里边项目负责人呢 用到有取得相拥职业资格的人员来进行担任 所以他的责任主要包括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 消除安全事故隐化 及时如实的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这是项目负责人 那么第三个是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 相对来说施工单位拥当设立安全管理机构 并配备所设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所以这里边安全管理机构呢 主要是指施工企业设置的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独立职能部门 那么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呢 必须经安全生产口和取得安全生产口和合格证书来进行担任 这部门人员担任 那么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职责是 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先程监督检查 发现事故隐患 用当及时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 对于伪装指挥 伪装操作的呢 用当立即进行制止 那么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办法 有一个要求 对于总承包单位配备专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呢 用当符合要求 是说建筑工程 装修工程按照建筑面积配备 一万平方米以下的工程不少于一人 一万到五万的不少于两人 五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不得少于三人 那么土木工程 线路管道设备安全工程按照工程合同 合同价进行配备 如果是五千万以下的工程不少于一人 五千万到一亿元的工程不少于两人 那么一亿元及以上的工程不少于三人 这是对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的要求 那么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里边 如果涉及到分包单位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专业承包单位应当配备至少一人 并根据相应的分部分项工程 工程量和施工安全施工的危险程度 来相应的进行一个增加 那么楼屋分包单位施工人员 在五十人以下的配备一名 五十到二百人应当配备两名 那么二百人以上的应当配备三名机以上 这是对于分包单位 那么第四个是总承包单位 与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职责 既然整个工程进行了一个什么呀 总承包那么施工总承包单位 对全过程上建设单位负责 这也从我们所说的的民法上意义上来进行 我们俩也是可以推断出谁对谁来负责 那么同时呢对于安全管理责任 怎么来分配的呢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施工现场 由总承包单位全面统一负责 包括工程质量建设工期造价控制 施工组织等等 同时呢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 也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负责 施工总承包的施工建筑工程 主体结构的施工 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来完成 这是对于责任分配 那么分包单位呢 分包单位可以跟所说到的总承包单位 签定一个合同 分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 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那么分包单位用当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 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事故发生的 由分包单位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所以这是责任分配 那么还有一个涉及着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要求 那么像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 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 其中信号工东高架设作业人员 总特种作业人员呢 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 考核合格之后方可上岗作业 那么施工单位用当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来支付 那么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由总承包单位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费 这是对于意外保险费的规定 那么第六个涉及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危险部位的安全防护措施 施工单位用当在施工现场入口 其中机械 临时用电设施 脚手架 出入通道 楼梯口 孔洞口 桥梁口 隧道口等等 危险的部分呢 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那么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施工单位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境及季节气候的变化 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 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单位用当做好现场防护 所需的费用由责任方来承担 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执行 第七个是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那么这里边安全管理里边涉及到哪部分 像管线的管理 消防的安全管理 人员的安全 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义务 还有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具 设备器具 配件 其中机械 脚手架等设施的验收检验和以及所说的备案 再有一部分涉及到是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 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那么意外伤害保险有施工单位支付 实际上总重包的 有总重包单位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费 所以刚才也讲过 那么对于这个延伸意外伤害保险费呢 大家重点侧重一下 复习一下 是在15年的时候呢 历年真题 15年的时候呢 考过 这个意外伤害保险费由谁来支付的呢 如果实际上总重包的 由总承包单位来支付 那么保险期限呢 是自建设工程开工制 起至竣工验收合格 这是对于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规定 那么第四个指示点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管理的规定 那么监理的职责里边 第一个是建筑施工的综合监督管理 相对所说的监督管理里边 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 依照安法的规定实施综合监管 那么先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呢 依照安法的规定 对本省政区域内的这一部分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实行 综合监管 那么还有一个是专项监督管理 专项监督管理就是我们涉及到的住建委 跟县级以上的建设行众主管部门 这是对于一个综合监管 一个是专项监管 那么第二里边涉及到建设施工许可 建设行众主管作为单位在审核发放施工许可证的时候呢 用当对建设工程师否有安全施工措施进行审查 对没有安全施工措施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账 那么同时在建设行众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在进行审核的时候呢 不得收取费用 这是对于建设施工许可 那么第三个涉及到是日常的监督检查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富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依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增合监管或专项监管来行使措施 向检查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文件和资料 进入被检查施工单位现场进行检查 纠正施工中违反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责令亦即进行排除 中大安全生产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 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 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是暂时停止施工 所以对于这部分的政府部门进行监管的这项措施呢 也有重点看 知识点五呢 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用到负的法律责任 第一个明确的是这部分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一部分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是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还有涉及到施工单位 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以及注册职业人员等等 这是对于人员责任主体 那么行政处罚的种类呢 有警告责令限期整改 责令庭院整顿 罚款 降低资质总级 吊销资质证书等等 这是处罚的种类 那么处罚实施里边呢 相对所说的行政处罚 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是有关部门 依照职权来进行决定 那么如果非法消防安全管理的 由公安消防机构 依法进行处罚 也就是各自监管范围之内 进行处罚 所以对于这一节里边 重点学习建设单位 勘察设计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这是对于这一节里边重点 同样涉及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里边 在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 有哪些措施 这是这节课的重点 那么这是对于第四节的内容 对于第四节的内容